一位圣经学者就是刘耀生牧师 刘牧师是中文大学的哲学博士 主要是研究《旧约圣经约百记》 除了是教会牧师之外 也是多根神学院的兼任讲师 也是我们这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 就是探讨苦难的 我将时间交给刘牧师 就是分享 对,到你分享了 好,试试 各位好,莫教授好 很高兴今晚有杜峰山 邀请来到这里 小小的一个 如果是用晚餐来表达 我只不过是一个前赛 因为主赛就是莫教授 这样 主要都是 大家可以对谈 分享一下 就我所有限识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去做一点点的分享 大会的题目是《分裂的21世纪》如何进行宗教经典对谈 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的 首先我会讲一讲《旧约圣经》有什么特性 然后利用我熟悉的《旧约》 《旧约》圣经某程度都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几个宗教的一个经典 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自己的对谈 拋砖引辱 以至到大家可以听莫教授的更好的分享 首先我有一点点引言 是用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不看手机会怎样 不知道可以吗 这是很困难的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试过上刘牧师的课 灵修 知道灵修要定的嘛 但是现在很难定的 心很难静的,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困难 即是我们的速度太快,现在有所谓AI 人工智能,近日经常出新手机 各个牌子的新手机都说有人工智能 那就卖得好一些了 昨晚我也上网看,现在人工智能很厉害的 是可以对话的,你不用打字的 是对话就可以了 你跟他说话,他立即应你 用广东话也可以,英文也可以 教你西班牙文也可以 是教你,可以慢慢更正你都可以 做到很多东西 即是说现在我们的挑战就是知识 其实是随手可得的 即是说你想知的东西 我的手机一问 就已经有了,知识爆棚 而我们呢,但是譬如写书 写书的速度是很慢的 我发觉有人用归速来形容 但是呢,网上的资讯就很厉害 所以我经常想,我是其中一个角色的教会牧师 讲道嘛,有一天可能不用人讲道的 某一个问题,立即可以他讲一篇道出来的 check GDP 是吧 某一个题目,他可以讲出来给你知 甚至一个五岁小孩,他有架手机就可以知道很多东西了 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二呢,就是这个多元的世界 最近奥运会 奥运会刚刚完 奥运会的slogan 即是口号大家不知道不知道 它叫做 奥运更开放 中文 games wide open 英文就是 即是要多元 所以如果你留意到奥运会今届的特色 首先呢,男女运动员的数目是差不多的 而且有很多项目是男女子混合比赛的 有个游泳是男女子接力 即是接力赛是有男子和女运动员 两男两女去接力四式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是要多元 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 即是说现在都是如何去找共同的理想 就是奥运的slogan 想要追寻的 另外呢,二十世纪就是很多声音 多声道的世界 有位俄国的语言学家 白天 中文是巴克金 他就说小说 他研究小说 在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声音 众声圈 他用的terms 是中文译造的理论 即是说很多互相的对话 conversation对话 价值的交流 一方面呢 这些价值交流是好的 可以突破文化里面的不同的角力 或者紧张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可以透过一些对话 大家可以化解一些不同的理解 丰富我们对不同事情的理解 所以这个是 如果是有一个开放态度的对话 就可以完整我们对不同事件的理解 所以他认为任何的表述 任何的 有人如果演讲 其实他都是去跟听众对话 写书 其实都是跟读者对话 甚至呢 如果你看奥运也是的 很多时候那些运动员不紧张 会怎样的 自言自语 为什么打得不好 其实他跟自己都对话 帮自己去理解 那个处境 然后呢 找回那个 应该怎样有的出路 所以呢 这些都是 很多的对话在里面 在对话里面呢 就建立着我们的自己 每个人透过对话 其实对自己的理解 在这个世界里面 最重要是 怎样去更加 互相的建构 这个呢 都是 这位俄国的园学家 给到我们的 启示 我们都是共存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更重要是 我们是互相去建构 所以对话 今晚的题目 或者这本书 都很有意义的 怎样去对谈 去以致到 互相理解 在他的理论里面呢 我们的对象 可能是一些 受话人 Jesse 但也有一个 叫做 超级受话人 在八赫金 那个呢 可能是上帝 天上的上帝 那我们有时 都希望和上帝对话 特别我研究 有时也是 人在苦难 就会问天 为什么 为什么搞成这样 当人啊 我都见 我有一次在医院呢 就试过 做一些的学习 软木的学习 那医生呢 就和病人说 你有癌症 哇 那人立即看着天 说了很久 为什么是我 就是人 去到某些情况 都想和天 去到对话 找出路 那有一世纪呢 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都是 幸存者 大家都经过疫情 过去几年疫情呢 其实很多我们的亲友 都可能呢 突然间离开我们 所以在疫情里面 剩下的呢 我们这帮幸存者呢 其实都 有一些 集体的创伤 如何化解呢 都是 似乎 现在我们要处理的 所以这些 就可能要透过 对谈 集体的创伤 化解 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 如何去 来到 在中间 在对谈里面 找回一个意义 在疫情里面呢 我们会想到 人生的意义 会想到 我们所信 宗教的意义 这个是很大的课题 还有呢 最重要也是 找我们的 共同的身份 identity 我们究竟 是 今天的处境 我们要做 怎样的人 这个都可能是 我们 特别是 面对亲友 过世 去世的时候 我们会想的问题 在世上 的 我们的 意义 意义是什么呢 这些都值得我们想的 这个就是21世纪 给我们很多的挑战 而在基督教经典 又很特别的 我学的是 智慧文学 智慧文学里面 有几卷书 的 传统里面 归类的 除了智慧文学 有 在旧约圣经 希伯来经典 就是犹太人 都信的 都用的经典 有 三十九卷书 虽然 数的 书的数目不同 都有 三十九卷 基督教 就是三十九卷 总共分 律法书 所谓摩西五经 又有历史书 又有先知书 又有 诗歌 智慧文学 在里面 其实都很多元 今晚 尝试去 一起去 看一看 虽然我们说 这些旧约的成书 过程是很漫长 不同的学者 又不同的理论 但是 总括来说 大多认同 什么时候成书 就是苦难的时候 当犹太人亡国 经历亡国痛苦的时候 他们就痛定思痛 想 为什么我们会亡国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是这样 要找回价值 找回身份认同 而建构了 这些旧约 这三十九件书 在里面建构他们自己的身份 所以 某程度 旧约都是一个行传的文学 Survival literature 所以近代都很多学者 去看 行传者 如何去看经文 那些过了身的 看不到的了 看不到这些文学经典 但是幸存下来的 如何解读 如何理解呢 这个也是一个研究的路 进路 在智慧文学里面 有很特别的 有三卷书 第一卷是《针言》 《针言》里面说的是智慧 在古代近东犹太人的智慧 就是希伯来文 就是《学妈》 简单来说就是生存之道 你有智慧 就知道如何去生存 《针言》呢 你可以说有人说就是父母教那些子女 有人说可能是老生上谈的 但是它都是智慧的结晶 去告诉那些子女 知道如何去处世 如何去和神相处 和人相处 这个就是生存之道 所以在里面说 经威上主就得着生命 是吧 事实上呢 你可以说是让人重新去看 律法书里面 特别是《生命记》里面所说的 就是如果你的子孙尽 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今天所吩咐的 听祂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就会怜悯你了 于是如何去敬畏神 如何去依照神的律法去行事为人 就是生存之道 那它是在重新生命记的观点 但是很特别的 有另一卷书叫《约伯记》 就是如果有人说是针言就是平常 约伯记就是反常 就是异人好人遇到坏事 在他们的异伯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 三个朋友 甚至和以利户 甚至和神的对话里面 就探讨异人为何仇苦 这个是千古远岸 在里面的对谈 其实就反映着当时不同的学说 如何看苦难 究竟生命记所说 好人有好报 是不是一定对的呢 为什么好人有好报 那么约伯有没有好报呢 那这个就是要处理的 所谓上善佛恶 是不是正确呢 这个无辜的约伯受到苦难 那么如何去面对 最后神跟他去对话 令到约伯明白 原来人是有限制的 人所知的智慧是有限的 而神呢 不是单单因为上善佛恶 能够规限他 否则 你做好事就叫神 麻烦你给我一些好报 那就是收买神了 如果这样 这个就不是 所谓超越的神 值得敬畏的神 那所以苦难 透过苦难 我们认识自己 更加认识神 更加敬畏神 于是 有人 有学者认为 其实约伯 这个主人翁 正正就代表那时候亡国的犹太人 这班犹太人他们就要问 他为什么亡国 为什么受苦 好地地为什么受苦 是我做错 是我祖先做错 谁做错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神为什么被我们受苦呢 这个就是 在无奈里面 他们和神尝试找答案 或者和经典 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对话 表解 所谓报应论 好人也好报 是不是对的呢 或者是否有另一个理解 这个神 对神的理解呢 如果我们说 针言是平常 百计是反常 还有一卷书 有些前辈 叫传道书 就说是 无常 人生是无常 日光之下 虽然无身事 但是呢 大家都听过 虚空的虚空 是不是 似乎一切都是虚空 传道书里面 传道者 和他心里面的声音 自己去说话 有一件事 他说指着人说 都是新的 其实 日光之下 都无身事 虽然这个作者 传道者 好像主人翁 太有智慧 但是他发觉呢 他要找万事的由来 但是智慧 却距离他很远 他掌握不到智慧 掌握不到 心慕的智慧 所以他说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在希伯来文 就是吹出来的气 你捉摸不到 你捉摸不到 掌握不到 现在 我们要查 GPT很简单 你查一查 虚空 譬如我尝试 虚空 在道教 或者佛教 又怎么看呢 你会看到 很多 他们不同的理解 譬如我 在这里 引用他 去查GPT 我不是道教 佛教的专家 但他说 譬如道教 说的 那位虚空 就是说 一种无为的状态 无为的 亦都最着重的 就是 跟大自然合为一 合一 自然的状态 而佛教 所说的 空 就是无常 什么都把握不到 掌握不到 没有自主的 无常 所以 就要放下执着 佛教就说 放下执着 道教就是 要求自然 和諧 所以 我记得 有位前辈 他对余悉道 很有心得研究 但是后来做了基督徒 就是陈耀兰博士 他说 以前有个广告 说到道教 就是 世事无绝对 只有真情趣 什么都没有绝对 你说是黄尖写的 所以 虚空 都可以有很多对话 其实 空 不同的宗教怎么看 但是 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 是什么呢 其实空 就 告诉我们 其实 我们很多东西都把握不到 好像吹出来的风 吹出来之后 你掌握不到 有个导演叫王家慧 香港 如果你看他的电影 常常有些烟 很有意思的 梁朝伟 有些烟声上去拍了一分钟 你又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很难掌握 不知道导演怎么想 所以 如果一切都虚空 智慧和愚昧的人都一样 都会死 那又如何呢 怎么面对呢 但是 传道书就说 给我们听 不要消极去看 你是活在当下 开开心心 吃你的饭 快快乐乐 喝你的酒 是吗 因为神月纳你的作为 所以既然有些东西不能掌握 在无常里面 怎样找的是 永恒的价值 又回到刚才我们说 要找一个价值 找一个价值 人要找一个永恒的价值 所以其实传道书里面 有一句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忽略的 除了虚空的虚空 还有当纪念 找一些永恒的价值 当纪念 做你们的主 如果你记得 原来有个永恒主在的时候 你要去敬拜祂的时候 在混乱的世界里面 怎样找到意义 就是一个出路了 那或者对我们今天 都有一个很好的反思 所以其实 他也是在执问 其他所谓 基督教经典里面的 生命记 那个报应论 是否真的呢 或者人生无常 怎样处理 怎样面对人生 怎样找到意义呢 那这个呢 少少抛砖引玉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 原来有时 宗教的对话 可以丰富我们 对不同事物的理解 那将时间以下 当然交给我们的主菜